想到这儿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你呀让我说啥好呢 你这挖机还要不要了 把挖机扔到这儿 两天两夜没见着人你说你 就像谁没谈过对象一样啊 谈个对象两天没见着人 天天指望我了 咋回事呢兄弟们 这小行这小子 搞个对象两天没着家 来点活就给我打电话 来点活就给我打电话 都说事不过三 今天给他替班已经是第三天了 明天我说啥不过来了 主要是弄这个活 咱也没干过 搞一个修鱼塘的活 这鱼塘边上给他修个坡 一大早东家见到我是一脸的莫名其妙 搞得我是赶紧给人解释 我说我是小行的司机 人家东家问了 小行你怎么过来了 我说这小行出去约会了 没准这会儿孩子都快满月了 这两天 东家也乐乐呵呵一笑 行吧行吧你来干 我给你撒这个线 你就知道这线挖就行了 没有办法兄弟们 重属是改鸭子上架的 咱本来对这个鸭手腕 开的还不太熟 不过还好 人家东家撒了线 上口线盯好 下口这个坡脚盯好 进不上没啥问题 慢点来呗 把这活给人干细了 不管怎么地 出来给人家干活 活干好 别把活给人丢了 也许这人家老客户的 这次给人干完 下次人家不用怎么办呢 都是朋友 你说说 不过这个东西 咱说实话 刷这个坡 凭这个地 和确实方便 你像这种工况 正着刷距离不允许 你站在上面刷 上面有东西 不能压 侧着刷是能刷出来 但是刷出来的效果 就没有这个好了 也有一些兄弟 会用这个蚕抖的侧面 一点一点的滑 效果还可以 但是速度慢 有这个东西就方便多了 这个手腕 你看侧的鸡倾斜 一刮就过来了 平平整整的 说啥呢 早点干 早点赛 抓紧时间干吧 不过说来也怪 小航这小子 自打装了 这个压压手腕 活是真多 你看我的机子 干两天 鞋两天 他是天天有 想到这 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当初我就不应该 盯那台微挖 有买微挖的钱 我搞一台压压手腕 多好呢 配在我的龙挖上边 那不绝配吗 干啥活不行 他这个使用率 绝对广泛 最后一个问题 兄弟们 就现在这个行情 你说我搞压压手腕 行不行兄弟们 好的 今天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感谢